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2021引面走来 中国突将2035的新征程就此开启 2035标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目标 也汇聚亿万中国家庭奔向更美好生活的小目标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我希望我两个二字有正式的福多 我和家人心体健康 新疆繁荣稳定 中国更强大 希望自己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能够为党的建设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与我幸福美满的家庭 共同见证祖国的兴旺发达 我想要赠更多更多的钱 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房子 想要一个美满的家庭 像我们龙车里的房子车子 什么都有了 老人家看病都看得起 希望到时候可以读了很多书 吃了很多美食 见了很多风景 遇见了很多有趣的人 同时也做了很多喜爱的事 成中国新疆高铁回复 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 依旧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 在2035年为中日关系的发展 提供一些新思考 对于长辈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长寿 对我而言 能够成为一名职业精湛 可以独当一面的青年律师 家是最小的国 国是千万家 每个小家庭朝着小目标 努力奔跑 就能完成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进入现代化的史无前例壮举 到2035年的后 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所以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重大突破 进入创新新兴国家的前列 你就会发现在2035年的时候 是一个新兴向荣的 环境可持续 创新处处存在 而且怎么样呢 对全世界有正面影响的一个 21世纪的一个 什么呢 引领型和大国型 而且是友好型的经济体 和文明增长体 呈现在全世界面前